千万别再把可用性、可靠性和稳定性混为一谈了 可用性是指系统在一段时间内 可以正常使用的时间有多少 打着比方 有个员工一年365天 出勤365天 那他的可用性就是百分百 是高可用员工 另一个员工365天只出勤一天 那就是低可用员工 一般大公司会用几个酒来衡量系统的可用性 一般系统的可用性能达到三到四个酒以上 一年就当机一会儿 就很厉害了 而可靠性是指系统的故障概率 就比如说有的员工 虽然一年365天都在上班 但是呢 他身体不好 他经常站着站着活 哎 就病了 就导致写的bug里面都是代码 这是不可靠 只不过这哥们病好的快啊 每次就病这一秒就恢复了 所以他还是高可用的 最后这个可靠性呢 是指系统在一定恶劣条件下 他的行为是否还能和正常时保持一致 像数据是否处理正确啊 显应值是否正确啊等等 还是刚刚那个高可用员工啊 虽然说他一年365天都在上班 但是呢 他压力大呀 他情绪很不稳定啊 所以他在工作中经常写着bug啊 扇着裤什么的 工作表现时好时坏 这是不稳定 另一个员工呢 虽然他一年只上一天班 哎 但是只要他站活就不会出现任何的bug啊 这叫稳定性高 那大家学费的话 不妨帮我试一下屏幕上的这个点赞按钮 是不是可用的 哎 我这怎么点不了呢 我这下 sat的 fait 感谢观看